谢谢啊 咱们说的人应该只是崇明 但年龄不相符 童谦 不好意思啊 来了 来 坐 陆总说的请客吃饭就是这样 对啊 正好有个客人要招待 就一起请了 你不会是不想看到我们吧 早知道是这样的饭区 我就不来凑饭了 人马上到了 来 你坐我旁边 好 对了 高协 一会儿 江总来了之后 坐这儿 你也得好好招待 没问题 江总 对啊 今天陆总设宴就是为了招待艺诚科技的江总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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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再来啊 姜总 这贵宾都得压轴出厂对吧 是不是找你老婆去了 来 是不是找你老婆去了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馆 陆黎 你也是我们俩的小师妹 姜总 你好 姜总 你俩认识 不认识 我们 行 来 欢迎姜总的到来 来 欢迎 姜总也是我们自己人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吃 吃胖点 陆小姐既然是新海大学毕业的 怎么想到来重庆了 我喜欢重庆这个城市 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 在影视公司做网馆 会不会太取材了 怎么不做个程序员呢 这是我的私事 不想回答 姜总 我还没有敬您呢 咱们都是自己人 俗就免了吧 那我就代表我个人 想尽有才有严的 姜先生喝一杯 可以吗 美女敬酒 这杯你要是不喝的话 可就太不绅士了 那我干了 您随意 谢谢 我们今天三个孝友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 小姐妹 是不是得敬你师哥一杯 陆总 我不喝酒 你是不能喝还是不想和姜总喝啊 这么耍大牌不好吧 我今天确实不方便喝酒 如果姜总不介意的话 我用果汁袋就可以吗 陆离 你太不懂规矩了 我不介意 小师妹不跟你喝 只能说明 你没有我有面子 来 小师妹 这要咱俩这关系 咱们得喝一杯吧 静雯 我替她喝 静雯 静雯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喝酒了 原来是个酒闹 老婆 我正义找到你了 抱抱 你 你看清楚再抱 行不行 我 不是你老婆 不是你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小一生 拿开你的仙助手 不 太可言 洗手 那你不许推开我 我错了 原谅我 我 不理 我 我求你了 你看 快点 我受不了了 好 老婆 抱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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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回了那么多久 会不会 我替她好 老婆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做的是原谣我好不好 这就是你租的车啊 怎么 有一家 我以为你怎么得租一个废油的高级货 没想到连油都不用烧 纯电的环保 实景 实景 他来了 师妹 今天我们坐姜总的顺风车 不用了 我搭公交就好 我真的是顺路 而且昨天你也送我们了 就是啊 跟他甭客气 上车 安全带 干什么 干什么 音乐怎么惹着你了 太吵 性格那么差 难怪你老婆亲你儿去 等等等等 不说你痛楚了 你这怎么还挂个银片啊 这么寒酸 等之后哥送你个好的挂件 不用 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难道是我不知道的什么高级货 这就是我老婆亲手做的 这个是我老婆亲手做的 坐个车还挂这些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不喜欢这种 零零碎碎的东西 我老婆喜欢 你真的是三句话不理你老婆 那当初 她因为什么事离开你的 没事 小师妹不会说出去的 对吧 小师妹睡了 你给我一人说 你小点儿睡 对了 我一会儿还有会要开 我安排高熙带你四处去转转吧 我想先了解一下网管部的情况 你来影视公司了解网管部的情况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职业病 那你俩应该挺有共同语言的 小师妹 任务就交给你了 让她见识一下我们网管部的厉害 好 先走了 江总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我想了解一下 你过得怎么样 我让高总监来接待你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让高总监来接待你 陆连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陌生吧 江总 你恐怕找错人了 我不负责公司的项目 跟你自然无话可说 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项目 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需要聊一聊 我们需要聊一聊 你打算无视我到什么时候 你是来签离婚协议的吗 不是 那没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这些了吗 你都不好奇 我为什么留下来吗 我不关心 江总 麻烦您让一下 我还有工作呢 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高杰 见他陆离了吗 没有 我也在找他 奇怪 这人跑哪儿去了 看到他叫他去我办公室 我电脑坏了 好嘞 怎么了 怕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吗 我们在 不想让我辞职的话 你就安静点 你属狗的呀 你属狗的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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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